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做一些和平常学生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被同学嘲笑为机人 或许是为了弥补些什么 马尔科用尽方法想靠近和了解科尔 极力地想要帮助他 可科尔还是无法打开心扉 将自己的信任交付给马尔科 马尔科在和安娜的周年纪念约会时 说起关于科尔的种种 他说自己想要弥补曾经的遗憾 想要帮助科尔 安娜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结婚周年快乐 便起身离开了 一次马尔科和科尔走在小路上 马尔科得知科尔因为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而非常消极 就很生气地说了一些粗鲁的话 但这却赢得了科尔对马尔科的信任 然而马尔科的感情生活却依旧不顺利 在家埋头工作的马尔科 发现安娜似乎在和别的男人约会 这天马尔科回到家 看到电视正在播放着自己和安娜结婚时的录像 还偶然发现 安娜正在服用治疗情绪低落的药物 他感到有些担心 另一边 科尔受邀来参加同学的生日会 却被两个男孩以气球为引诱 被关到了封闭的小客间里去 生日会的音乐几乎盖过了科尔的哭喊声 直到妈妈发现事情不对时 才把已经下晕过去的科尔救了出来 科尔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发现科尔的身上有些伤痕 妈妈被误认为是那个可能伤害科尔的人 马尔科来到科尔的病房 他对科尔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曾经自己因为失误耽误过一个孩子 现在碰到了科尔 他想要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 此时科尔完全对马尔科放下了戒备 告诉马尔科自己总是能看到一些死去的人们 他们像正常人样到处走动 只看到那些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互相看不到彼此 并且这些鬼魂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马尔科答应为科尔保守秘密 但他其实不相信科尔的话 反而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 科尔出院回到家 夜里起来上厕所的他又看到了恐怖的影子 本以为是穿着睡衣的妈妈 结果却是一个因为受过家暴而满脸是伤的女鬼 科尔被吓得转身就跑 逃到了自己用床单搭建的秘密基地 这里摆满了各种神像 科尔大口喘着气 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第二天孩子们在学校进行话剧表演 马尔科和科尔看完话剧后 一边走在学校的走廊里 一边讨论话剧 马尔科回头的时候 突然发现 马尔站在原地惊恐地望着向上的楼梯口 科尔又见鬼了 他说那些鬼常常会让周围变得冰冷 这种感觉很恐怖 他希望马尔科能够帮助自己把那些鬼魂赶走 一天晚上 妈妈发现已经去世的外婆留下的坠子 被放进了科尔的抽屉 就质问是不是他拿的 但科尔不承认 妈妈气坏了 让他回屋反省 科尔在马卧室走的时候 又看到了鬼魂 这是一个后脑勺被打穿的脑海的鬼魂 科尔吓坏了 赶紧跑过去一头扎进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抱着科尔心疼得不得了 镜头来到了马尔科的妻子安娜工作的店门前 马尔科看到妻子正在和别的男人拥抱 马尔科非常愤怒 他搭着气氛打裂了店门的玻璃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马尔科本想放弃科尔 多花些时间陪陪妻子 挽回这段已经破裂的感情 当面对科尔的请求 他还是决定再坚持坚持 他不断地听着曾经为那个孩子治疗时的录音 这一次 他听见了一些曾经没有注意到的声音 这次他突然意识到 无论是云信还是科尔 他都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说的话 也许正像科尔所说的那样 只有选择相信 才能找到帮助他的办法 马尔科在教堂找到了科尔 告诉他那些鬼魂之所以找上门来 也许只是向科尔请求帮助 这天晚上科尔正在睡觉 突然被说梦话的妈妈吵醒了 安抚好妈妈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 科尔又感觉到周围的不同寻常 他急忙躲进自己的小帐篷 帐篷顶端固定用的夹子 却突然一个一个的弹开了 一个满嘴流着呕突兀的女孩鬼出现 吓得科尔扭头就跑 但他突然想起马尔科的话 于是就鼓起勇气 回去询问女孩是否需要帮助 第二天马尔科就和科尔 一起来到了一个女孩的家里 这里正在为女孩举办葬礼 两个人来到了女孩的卧室 女孩鬼魂给了科尔一个盒子 让他帮忙交给自己的爸爸 女孩的爸爸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是一盘录影带 而这盘录影带 正好录下了女孩被害死的真相 原来这就是女孩找到科尔的真正原因 慢慢的 科尔开始不那么惧怕那些看到的鬼魂 反而能和他们进行交谈 科尔的性格也慢慢的变得好了起来 马尔科看着日渐变得快乐和自信的科尔 由衷地感到高兴 为科尔也为自己 演出结束后 科尔想到马尔科曾经提到过 他的妻子总是不跟他交流 于是科尔给马尔科出主意 让他在老婆睡熟的时候跟他说话 这样他就能在不知不觉中 听紧马尔科所说的话了 这之后马尔科就离开了 妈妈接科尔回家的路上 由于前方的道路上发生了车祸 车子不得不停在路上等待着 妈妈看着沉默不语的科尔 以为是自己错过了他的演出 他告诉妈妈前面很远地方的车祸中 死亡的是一个女人 妈妈很惊讶 但并不相信 还表示被科尔吓到了 科尔继续说 我的秘密就是总能看到鬼魂 在妈妈的鼓励下 科尔继续说 那条外婆的吊坠是外婆自己拿走的 提到外婆后 妈妈的眼眶湿热了 科尔还说 你曾到他的墓前去问外婆的那个问题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 每一天 妈妈 你问外婆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妈妈已经气不成声 他平复了一下自己后告诉科尔 那个问题是 我问他是否为我感到骄傲过 说完母子两人哭着抱作一团 而另一边 马尔科回到家 看到在沙发上睡着的妻子 以及电视里播放的二人结婚时的录像 突然想起科尔说过 那些死去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死了 原来马尔科早在那次中枪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结婚纪念日那天 妻子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 说出了周年快乐 想明白这一切后 马尔科决定离开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以为会有大量的恐怖镜头 结果就在看完整部电影后 完完全全被挽到了 或许正像科尔对待那些鬼魂的变化一样 有些让你感到困扰的事情 也许你换个角度去看 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